要出手的位置出得很短 從這裡到這裡會不會出手 所以它手套表位置如果是在上面的話 表示它Cancer是比較快 那如果它放在這裡 它放在這裡 那是不是它要一點時間拉上來 才可以出手 因為最後出手點在這裡 如果上邊多久的話 最後出手點在這裡 它如果Setup是在這裡 因為它沒有辦法這樣出手 所以它一定得拉上來 到這裡 所以它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那如果它在上面的人 它只需要這樣的時間 所以第一我們看它手套的位置的時候 可以去判斷 它的前線的出手 就以手套來看的話 這裡是快的 這裡是慢的 這是第一個點 我們以手套來看 第二個點是我們以它的腳 腳的部分去看 如果它要把身體的力量做一個轉身的動作 它身體要有一個迴轉的半徑 如果它是 步伐是比較小的 步伐是比較小的 那它的轉身 轉體過來之後 它可以直接出手 這樣是快的 這樣是快的 但是它如果步伐是大的 那它沒有辦法這樣丟 因為轉不過去 所以它就有可能給它退腳 怕它才能丟 所以它得要退 因為這樣轉不過去嘛 所以它一定得退腳之後 才可以轉身 所以它得多一拍 它得多一拍 它沒有辦法像這樣 就丟了 所以如果你的跨步是大的 它需要的時間是長 所以就是慢 它的跨步是小 它需要的時間是短 所以它是快的 所以從這兩個點 你們可以自己去主要判斷的那一個選擇 如果它是 上面快 下面也快 那基本上這個投手的Penset 是屬於比較快的 因為它 那如果它是 下面寬 下面寬是慢的 所以它會在這個 那它會要 釀 釀 釀 它需要三拍 它才能出手 這裡都有 一拍 就出手 所以 從這個判斷裡面 你可以告訴你的選手 如果是 兩個慢的合在一起 那你可以在你的安全距離 再多個半步 因為它比較慢 所以相同的timing的時候 你再多半步 它還是殺到什麼 但是如果是 快的那一轉 那maybe 你要是你的注意力 要不要拉很高 要不然你就 稍微的 維持 小一點 因為 從這個點 在它還沒出手之前 我們先判斷它 能夠再給你多大的影響 這個是可以給大家參考的 那延遲到人